随着Delta变种病毒的扩散 加州各医院的住院数也在增加 对此 加州公共卫生部要求所有医院 从周三起都必须接收转移至 超载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 这项规定指出 在一定区域内 可用成人ICU病床三天连续少于10% 或单个普通急症医院的ICU病床容量为0时 其余具有ICU病床的医院 必须遵循专家指示 接收转移患者 若地区内的ICU床位为0 则加州所有综合急症护理医院 必须在加州紧急医疗服务管理局的指示下 接收转移患者 并且进行转移时 不需考虑患者的保险状况和经济能力 当局指出 加州过去两个月内 因感染并住院的人数已增加到7倍 病例数则增加到11倍 目前每10万人中 每日有23.8例新增病例 数据显示 尽管加州已经施打超过 4556万剂疫苗 但今年夏季的确诊数和住院数 都超过了去年同期的数量 不过ICU患者数和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少 截至8月18日 加州的中共病毒确诊人数已接近406万 单日确诊14,317人 累计死亡超过6.4万人 单日死亡90人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